Hello 大家好 我們的專題名稱是 祖孫共學之成效探討 以智智數位遊戲認識原住民為領 那我們為什麼會用祖孫共學這個題目呢? 因為這幾年來 祖孫之間的相組時間越來越少 以至於互動也減少 所以我們希望藉此遊戲可以增加他們的互動以及感情 那為什麼要使用原住民當主題呢? 因為我們的組員本身有悲男組的同學 然後我們也對原住民的文化特色都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才想用原住民這個主題來進行研究 那為什麼我們會研發出數位遊戲呢? 因為相較於實際的教具來說 數位遊戲是比較生動活潑的 而且只要有異化設備 就像是Windows系統的平板 然後桌墊還有筆墊就可以開啟這個程式使用 然後這是我們自製的紙本教具 認識原住民 然後裡面包含了 原住民的分布、圖騰 還有他們各族的服飾 以及他們的房子 然後重要的祭典 那我們為了這次的專題 也做出另外一本認識原住民會本遊戲 那裡面有三種遊戲 男生女生配跟記憶方方牌 還有我們的評量 然後我們從這個遊戲本 又研發出了數位遊戲 這是我們所延伸的數位遊戲 然後這是主畫面 這是我們的選單 分為電子書評量 還有記憶大挑戰 那我們先看電子書的部分 小朋友 這個單元是認識 然後一開始都會有音效來 跟小朋友做介紹 然後這是我們的分布、房子以及圖騰 還有簡介 然後這個是各族的選單 然後我們還有簡介的語音 開到小朋友聽 這是在的各族 然後返回到我們的選單 讓我們看記憶大挑戰 小朋友喔 這裡有好多的卡片 然後一開始回 先讓小朋友看3到4秒 然後讓他們去記 然後從這個地方都可以發現到 孩子都非常的熟悉 因為只要多玩幾次 他們就會很熟悉每一種牌的位置 然後再去做配對 然後答對答錯也都有做提示語 然後不玩的時候可以點這裡 然後這是 然後讓我們到遊戲區 遊戲 我們分為男生女生配 還有尋找我的家 那我們先為男生女生配 小朋友 原住民找到自己的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找找看吧 記得喔 答對跟答錯也都有提示聲 然後這邊是以男生服飾 女生的服飾然後做配對 打錯的時候以下也有愛心 打錯的時候人物會躺開 然後不玩的時候也可以點這裡 接著我們到尋找我的家 小朋友喔 各族原住民在船上迷路了 不知道怎麼回家 我們一起來幫他們 好厲害喔 然後要玩的時候直接點人號 點船上的人 然後再按定點上的點 去找他們的分布地區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台灣也有用 縣市的名稱 然後也有顏色的分配 然後接著我們回到房子內 按評量 小朋友喔 我們一起來找找看 找出空中竹 美麗 再試試看 然後答錯的時候上面會有插 答對的時候會有全能讓小朋友知道 然後因為視頻量 所以要一次玩五題 沒有不玩的選項 然後最後答對完會有題數 然後想繼續玩可以繼續按視 不想玩可以按否 接著要推出遊戲的時候 我們只要回到主畫面 然後再按推出 掰掰喔 以上是我們的設計介紹 大家希望我們的遊戲跟專題 可以在建築主生之間的感情 然後變成共同學習 我們終於走完了耶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的專題名稱是 祖孫共學之城 小探討 以自製數位遊戲認識原住民為例 那我們為什麼會用祖孫共學這個題目咧 因為這集 不是 不然你不看不看不看嗎 不然你還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